這是萬聖節要到了美食也要搞怪 連鎖的美式餐廳 他們推出了番茄雞肉麵 這上頭是加上了南瓜造型的烤紅椒 而且他嘴巴裡頭還咬著麵條 所以看起來很逗趣 而且這個姓名諧音梗又來了 如果有萬聖節女巫 這些姓名的諧音就有買一送一 而另外一家他們推出的是 幽靈造型的馬德蓮 Q彈麵條 老闆炒獨門番茄紅醬 麵體均勻沾附醬汁 重頭戲來了 烤紅椒雕刻成南瓜形狀 嘴裡突出麵條搞怪又俏皮 可是那個麵就很可愛 我會因為那個造型 我就在講我會點那個麵 因為要拍照 要上傳FB 不知道他那個做出來是很高水 還是很什麼的 民眾等不及掏荷包 先別急正餐前來點飲品 奠點味 淡核色巧克力奶昔 搭配棉花糖 切塊櫻桃 巧克力餅乾 增添口感層次 最後放上女巫帽餅乾 來作證 名字中有同音字 還能一次喝兩杯 業者推出行自活動 拿出身份證 只要你的名字中 有跟萬聖節 女巫淘氣鬼同音 或是同字者 就可以享游會 像是我叫余品傑 名字中有跟萬聖節的傑同音 給一杯搞怪飲料 就可以免費再得一杯 我們期望透過這個過節商機 帶動業績成長一層左右 萬聖節能搞怪 更不能少了可愛 幽靈造型翻糖做披風 裡面藏著巧克力馬德蓮 兩個圓圈當眼睛 抓著你直直看 呆某模樣 忍不住想咬一口 另一道打泡豬沙拉 炸春捲皮 壓出幽靈圖案 四隻小鬼監督你吃飯 小茅茶做基底火龍果蝶豆花調色 再加入腦袋造型 炎奶凍詭絕氣氛 詢問度超高 看起來的話就是很寫實 然後逼真 那這個飲料的話是客人詢問度最高的 那客人的話點過 那還是有客人就是因為這個餐點 然後直接隔幾天又再來一次 這次的話客人都是有提前打電話來詢問 不僅口味上要對味 視覺上更要有看頭 餐飲業者磨刀霍霍 要用錫金造型搶荷包 東森財經新聞 黃傳玉片節才會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